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521集 轰隆一声 话音落下 妖无名的气息陡然炸热 声音也彻底消失不见了 妖灭府妖无名 居然是此人杀了我黄灵族的雕族一脉的弟子 真是该死 金屋太子的脸子刹那之间都气得轻了 眼神中暴射出了汗帽 妖无名 金屋太子 此人我听说过 是人族冬天界妖灭府中的顶级圣子 一身修为通天 是人族中的一尊顶级高手啊 那妖灭府传闻在人族之中十分嚣张霸道 是一个难缠角色啊 几次黄灵的妖族高手都目光闪烁起来 哼 我管他什么人族的高手 敢如此对我黄灵一族杀了铁灵穿山甲之后还如此嚣张 追 一定要追到这妖无名 我要生生地击杀了他 就算是人族的圣主前来也救不了他 金屋太子怒吼恋恋 浑身喷勃火焰 掠出了石石 开始搜寻 通道废墟的更深处 陈 你 陈思思和秦晨飞掠着 突然就看到了秦晨站立不动 嘴角发出了声音 居然是药无名的气息和声音 那黄灵的金屋太子来了 正在查找凶手 我杀烂的穿山甲正好架火给妖无名 让黄灵的妖族和妖灭府斗争起来 秦晨目光闪烁 但炼化了穿山甲 也得到了对方的一丝记忆 知道黄灵妖族在妖族之中是一个极其恐怖的种族 如果能让妖灭府的人惹上这么一个大地 那对秦晨而言绝对是个好消息 而且秦晨从那穿山甲的记忆中 也了解到了黄灵金屋太子 其实是个十分嚣张跋扈 暴力之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为了修为 不择一切手段 因此秦晨陷害起来 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你这是 陈思思看了 不由得摇头 但是也对秦晨瞬息之间 就模拟出了药无名的气息和声音 感到了万分的震惊 这种手段 简直是神乎奇迹 陈 你陷害一下就可以了 九尾仙虎前辈的记忆中 黄灵妖族是妖族其中一个极其恐怖的势力 其中还有大能作证 你如果暴露出去也会有很多麻烦 陈思思提醒他 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秦晨淡淡一笑 陷害之后身形一晃 直接化作了一道流光 继续跟踪而去 伴随着两人不断的深入 秦晨就感觉到 周围的火焰之力越来越浓郁 突然之间 前方出现了一片恢弘的空地 一片浩瀚空间 呈现在了秦晨的眼前 而在这空间的深处 竟然是有着一座大殿 那大殿无比之大 如同一片小石界一般 辽阔宏伟 一半相见在了废墟中 散发出了古老沧桑的气息 秦晨和思思倒吸了一口凉气 想不到这废墟的深处 还有这么一座大殿 不过啊 这大殿十分古朴 隐藏得十分之好 如果不是神赵教主亲自带路 秦晨一路跟踪而来 想要找到这里 必然要耗费不少时间 就在这时 乾坤造化玉碟之中 巡灵虫突然躁动了起来 似乎感受到了眼前大殿的气息 传递来了各种消息 秦晨的心头一动 这大殿之中居然是让巡灵虫 感到激动的气息 既的前两次让巡灵虫出现 还是寻找混乱海脉和阎罗魔殿的时候 都是秦晨刻意吩咐 这一次 不等秦晨下令 巡灵虫就自己躁动起来 可见这大殿之中的宝物 甚至还要在阎罗魔殿之上 难道是天火尊者的圣殿吗 秦晨心中猜测 身形却是丝毫不歇着 带着陈思思 竖地来到了大殿之前 这大殿上 萦绕着道道的火焰气息 弥漫着一道道的禁止 陈 除了神昭教主 这里之前 似乎还有不少人族高手气息 陈思思突然说了 嗯 你也感觉到了 除了神昭教主之外 这里起码有十尊的霸主高手经过 秦晨眯着眼睛 这的确是十分奇怪的 因为他是一路跟着神昭教主前来的 一路几乎没什么浪费时间 而且啊 他也是最先闯入到废墟之中的人族高手之一 按照道理讲 除了神昭教主 应该没有人会比他更快来到这里 但是这里居然会有其他人族气息 只有一个可能 这些人应该是神昭教主自己带过来的 秦晨眯着眼睛 除了这个可能 他想不出其他可能了 神昭教主带过来的 陈思思愣住了 皱起了眉头 他这么做是为什么 如果这里真的是天火尊者的宝藏之地 神昭教主应该一个人偷偷潜伏进来比较好 怎么会带别人一同进来 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 不过 想来应该不是什么好事 秦晨冷冷一笑 他想起来神昭教主 去故意去那守护之山 和耀无明他们会合的事情 如果说神昭教主没有别的心思 他根本就不信 来 你跟着我 秦晨感知到前面的大殿上的气息 那大殿之上 遍布惊人的禁止 必须找到入口 如果硬闯 必定难逃一死 但是 秦晨丝毫不拒 他拉着思思的手 催动体内的紫霄兜律弓 顿时 紫霄兜律弓爆发出了道道光芒 下一刻 那大殿外的禁止上 顿时就出现了一个入口 秦晨带着思思 进入到了通道之中 一股灼热的火焰气息 顿时扑面而来 秦晨站在大殿之中 整个大殿无比红美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锻造而成 带着火焰气息 十分的坚固 即便是现在的秦晨 也无法对这大殿造成什么伤害 秦晨和陈思思 站在大殿之中 观察着四周的柱子 已经发现了许许多多厉害的禁止 绝对不能轻取妄斗 这里已经是废墟之地中 最核心的地方了 禁法越来越厉害 可谓是惊世骇俗 步步杀鸡 稍微不注意就要卷入其中 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 秦晨确实无拘 催动天魂禁术和紫霄都绿弓 与此同时 几大天火的气息也是弥漫了出来 立刻 眼前的禁止 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除此之外 秦晨还祭出了乾坤造化玉碟 一道道虚空的气息 在他的周身萦绕着 在身体之中蕴藏 这才放心大胆地 行走在了这座殿堂之中 无数的杀伤力 恐怖的火焰进发 似乎都没有发现他一般 根本对他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 秦晨一边感知着神兆教主的气息 一边缓缓深入 揣摩推眼 秦晨发现了庞大的进发 好像蜘蛛网一般 四通八达 这大殿是一个绝好的修行场所 群虎暴龙 风水暴地 可惜的是 这座废墟实在太大了 人族尊者营造的 就算是秦晨力量再提升一百倍 也只是批复汉术 天地无极 玄黄轮转 万发归一 行佛自在 秦晨一步一步行走 看似杂乱无章 其实是处处渗透着玄妙 这大殿就好像是一个迷宫 秦晨沿着自己推算缓缓前进 突然像是触摸到了什么机关 整座大殿隆隆作响 九九八十一根巨柱 开始旋转着 眼前显现出了一个洞穴来 神兆教主应该就在这里 秦晨走了进去 前方是一片虚无的空间 果然是有道道人族的气息流淌着 秦晨催动空间规则 隐藏在虚空之中 小心地深入 突然间 前方大方光明 秦晨就发现 自己来到了一个大殿中 那大殿神圣无比 在最中央的位置 盘踞着一团浩瀚的光芒 这光芒流转 爆发出了惊人的气息 一道道可怕的天地盛起萦绕而来 让秦晨立刻感受到浑身舒畅无比 圣主圣脉 臣思思震惊 眼前这竟然是一条圣主圣脉 没错 是圣主圣脉 秦晨也神色激动 这一条圣主圣脉就如同一条游龙 盘踞在大殿之中 不断地萦绕出道道的圣源气息 可以看出来 这条圣主圣脉十分的完整 比秦晨在阎罗圣主那里得到的圣主圣脉 还要完整得多 好 好 如果让我得到这条圣主圣脉 里面的资源足够跨入到天圣后期霸主亲家 秦晨欣喜不已 想不到神赵教主竟然给自己得了这么一个惊喜 臣你看 这神赵教主大门 突然间 思思低贺一声 提醒秦晨 秦晨转过头 就看到了那圣主圣脉的边上有着一群强者 领头的正是神赵教主 此时跟在神赵教主身后的还有十多名霸主高手 一个个看着前方的圣主圣脉流露出了狂喜的光芒 神赵兄 果然没骗我们 此地居然真的有宝藏 而且还是一条圣主圣脉的 发财了发财了 这可是圣主圣脉啊 圣主极高手才能拥有的 如果得到了一条圣主圣脉 我等修为足可以十倍暴涨啊 这一切都多亏了神赵兄 如果不是神赵兄带我们前来 我等也不会这么快到这里来 只要是搜取了这条圣主圣脉 我等足以齐齐突破到巅峰霸主境界 甚至感悟到一丝圣主之道 到时候足以和诸葛旭 耀无名 东皇决一等各大天界顶级高手增锋 争夺天火争者的传承啊 这一群霸主高手一个个激动乱分 全都兴奋不已 同时有人飞掠上来 就要去收取这条圣主圣脉 诸位小心一些 这圣主圣脉之上拥有禁制 贸然闯入会遭到攻击的 不过我前世留给我的记忆中 记载有开启这禁制的方法 让我先来动手 破开这禁制 诸位方可尽情吸收 神兆教主走上前提醒说道 哦 还有这样的事情 诸位 我等还是先让开一下吧 等神兆兄破开了禁制 我等再一起收取也不完 一个目光英智的老者开口说道 没错没错 一条圣主圣脉 足够我们在场这么多人 一同突破了 大家不用着急啊 如今这废墟中危险重重 我们单独一个人 根本没有机会 和各大势力顶级天角门争锋 唯有连起手来 才能夺得宝物啊 嘿嘿嘿 那我们就以神兆兄 马上失战了 让神兆兄带领我们 和各大势力争锋 一尊魁梧中年 也是红声说道 场上立刻传来了 一阵阵的赞同之声 所有人都点头 陈 那神兆教主要破坏禁止了 我们要不要 陈思思目光一寒 对秦晨做出了一个斩首的动力 不着急 秦晨目光一闪 冷笑起来 我就不信 这神兆圣子会这么好心 而且一条圣主上脉 你以为这些人 真的能够忍住吗 秦晨迟笑一声 对人心 他再了解不过了 大殿之中 神兆教主来到了圣主圣脉之间 手中不断地施展出一道道圣元符文 这些符文 在虚空中演化出了一道道 灰色神秘的浮光 融入到了眼前的圣主圣脉进之中 神兆教主脸上还显现出了吃力的神情 显然施展这门神通极其消耗他体内力量 但是伴随着他的催动 那静止之上 轻刻间爆发出了刺目的光明 屋底下 片刻之后 一道静止豁口 出现在了圣脉之上 紧接着 喷涌而出的一股股浓郁的圣脉气息 当静止打开的瞬间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浓郁的圣脉气息 这股圣脉气息甚至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每个人都有些心境 这就是圣主圣脉吗 光是传递出来的气息 就已经令人畅快不已了 不少人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出外 神兆兄为我们打开了尽致 耗费了如此之多的力量 不如让神兆兄先休息一下 如何呀 那英智老者开口说了 然后小心地来到了气息虚弱 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是用力过度的神兆教主的身边 轻声 神兆兄啊 怎么样 我这里有一瓶养神丹 如果神兆兄不嫌弃的话 可以服下去 能修复神兆兄严重消耗的精力呀 这老者说着 手中已经是出现了一瓶丹药 那瓶口还没打开 就有一股静人心脾的养神气息 弥漫而出